还有人为了钱可以泯灭天凉 这是最近在高雄市的街头出现了一对77岁跟53岁的流浪妇女 仔细一问才知道 53岁的女儿她20多岁的儿子两个 偷走了妈妈所有的存款 印章跟证件就再也没回来 结果还把他们的低收入户的补助金全部领光 让他们没钱付房租 从此流落街头 他们的境遇让人逼酸 入秋了深夜温度只有20度 77岁的曾姓老妇人和53岁的女儿缩在公园 当巡逻的远景看了相当不忍 上前关心才知道是因为被儿子弃养才会流落街头 侯欣妇人靠领取低收入户补助金度日 不料31岁和25岁的两个儿子因为吸毒没钱 把母亲的证件存折通通抢走到领补助金 让他们根本就没钱吃饭 就连77岁的阿嬷脚受伤也不敢去看医生 令人感慨的是 没有血缘关系的黄姓杨女 天天来照顾妈妈和外婆 甚至到菜市场来捡食可以吃的食物到公园来 目前社会局已经介入安置 要先把补助款指付 以免便宜的那两个不孝儿子 持续品尝语 那个团物 较早! 出品 Infinite